原标题 古时候龙跑几十年不随起一次 那味道皇帝跟嫔妃是怎么受得了的 我们现在的人非常注重个人的穿着打扮 因为这个代表一个人形象 就像不同的行业 有着各自的不同的工装 这代表着一个公司的整齐跟形象 一个人的穿衣打扮 不仅是代表自己的形象 也同样给别人带来了美丽的观感 但是你知道吗 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 可是对人们的穿着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就比如说皇帝上朝的时候 皇帝是要穿着龙袍 大臣也要穿戴整齐官服才可以面胜 到宫廷剧中的衣服 相信大家对于皇帝的龙袍都比较感兴趣吧 而且在那个时候 要是绣一件龙袍 是需要耗费比较多的人力以及时间的 可以说龙袍是相当的昂贵的 那么问题 来了如此昂贵的龙袍 有人去清洗吗 那如果皇帝的龙袍几十年都不洗 这样的味道 他们怎么忍受得了 接下来小编就带大家了解下龙袍式 怎么护理的 皇帝的龙袍是一种庄严不可侵犯的代表 也是皇帝上朝的朝服 皇帝的龙袍绣制上十分的有好久 大概是有将九条龙的图画绣在布料上 也便是说的龙袍 由于那个十分皇帝的身份 代表着九五之尊 因此九五之尊 非龙在天的说法 就直接要求在皇帝的龙袍上体现出来 所以看来古代皇家是十分重视服饰方面上的谨慎 展开权文对于皇上的衣服 因为皇上是比较尊贵的 龙袍也是有比较多的要求的 等级也是比较的森严的 如果说是有一个人偷偷的穿上龙袍 就会遭来杀生之罪 而在龙袍当中上边绣的也都是龙 大家都知道皇上可是九五之尊 而且如果说是绣龙的话 也是最贴切的 就在刺绣当中除了龙还有其他的东西 这样是一般人肉眼看不到的 而且这也都是用人工完成的 这也就要求绣女们在工作过程中有高度的注意力以及心思 不管是在材料当中的挑选 还是在设计当中 这些都不多不可以出现一点的差错 这样能看得出龙袍是多么的珍贵 所以说对于这么珍贵的龙袍的 不会轻易去洗的 可以夸张的说 皇帝的龙袍几十年都不洗 龙袍如果经常洗的话 也会对其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如果不洗的话 又会有不少污垢和味道 这酸爽的味道 他们怎么尽受得了 要说是常人也忍受不了 皇上又怎么能忍受得了呢 其实大家可能对皇上的龙袍有一定的误解 皇上的龙袍也不是轻易穿的 只有在比较的场合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的 古代皇帝穿戴的龙袍 但是一旦出汗进展之后 就会立马替换下来 丁宁宫女拿到有香味的花房中晒干 是绝对不允许下水清洗的 这样一来龙袍上根本就不有难闻的汗味 就算是有 在皇帝面前 就算是忍不住也不敢坑吧 那但是惹皇帝不高兴一下 就会让你脑袋搬家的 再有皇帝也不 是一直穿龙袍的 再加上那个十分的皇帝 也不会穷到只有这么一件龙袍的 肯定是有很多件的 一旦不喜欢穿了 就会叮咛再缝织一件的 要不然电视上咱们能够看到的 要那么多秀娘进宫干嘛 当然是给皇帝飞子做衣服的 当然就会缝织新的龙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怎么会想到的